收集过来的很多信息 一通像315晚会曾经这个 报道过的有一些非法的公司 卖我们的个人的信息 然后给我们发垃圾短信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呢 就有可能呢 他会直接呢 他就忘掉了这个 征信公司呢 其实他最重要的也是他自己的信用 你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些 不规范的这个征信公司 他在做信用评级的时候 他是按级别收费的 就如果我给你凭AAG 我收你3000块钱 我给你凭AAG2000块钱 A级1000块钱 就跟你到那个庙里面 你去抽签的话 抽个上上签 你得交签交的多一点 那这个这种做法 实际上他们卖掉的是 他们的明天和他们的未来 是也亵渎了我们的 一直期待当中的公信力 对于百姓而言 我想看到现在 大家一定知道 这个信用信息 对自己的未来 其实是很有作用的 那么在我们整个系统 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当中 从百姓的角度而言 我们日后在消费也好 在其他方面也好 到底应该有哪些方面的注意 刘哥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可以说明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一个亲戚 这是几年前经历过的一个事情 他本来是一个卖企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高层管理人员 他申请信用卡 结果好几家银行 最后都拒了他 就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热情 你来我们这申请吧 结果把资料寄过去以后 过一段时间 就最后给人说 非常遗憾 不能给你看 后来他自己搞不清楚 我开始的时候没注意后来五六家银行都拒了 那么最后呢 他求到我这说 你是不是给 你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当时呢 因为也不太了解这个征协系统 后来问了一下银行内部的人 说是由于他的住房贷款 有好几次呢 都是晚还了几天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被列入到黑名单里面 所以呢 个人的这种信用的话 很可能由于你自己的这种失误 最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污点 以前我们是在一个农工社会里头 大家小范围里头 大家都很熟悉 你的信用呢 都是有口碑的 在商业社会里头 怎么样来树立自己的口碑 怎样自己的信用 那就是这 事实 证据 什么是证据呢 就是你做生意的时候 你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 每一笔清清楚楚 是 也许你不是恶意啊 但是如果真正的成为一个污点记录在其中 那是会非常麻烦的 他是自己的一个健康档案 一定要小心的呵护 是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征信的关注 还有哪些新的观点 马上来看到的这位网友叫李传广 他说 目前人们对征信行业都抱有一个观望的态度 不是非常信任 都害怕自己的信息被非法曝光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是如何收集个人信息的呢 对这些信息又是如何来管理的呢 这个是他的关注 再来看看下一位 他说我觉得必须对征信机构进行一定的法律约束 同时国家可以用专门的营业执照来颁发给征信机构 要进行征信活动 必须要获得这个营业执照 并且获得之后 国家可以给他一定的权限 方便他进行征信活动 再来看千金一诺 他的观点是说 首先作为一个征信机构 自己要讲诚信 其次要严格的保护被征信人的隐私 坚决不能泄露 最后征信机构的征信行为要专业 不能粗制滥造 更多的观点都集中在对我们的征信机构提出了一些建议 那么我们的科学评论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呢 广告之后让我们一块来了解 recuer忍 按记 打算是有关快 Rush 删删的